请杨玉新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本院委员杨玉新 李贵敏 陈碧涵 陈振湘 丁守中等27人 鉴于目前国内提供行动不变者外出的运输工具 尚未能满足民众的需求 例如低地板公车尚未能全面普及 部分公路路线客运无法采用低地板公车 台铁高铁与客运站 欠缺无障碍连外运输系统等等问题 鉴请交通部于一个月内规划公路及市区客运公车 全面低地板化的具体骑程 针对不适合采用低地板公车之路线 沿拟其他无障碍服务改善方案 并且提出台铁高铁和客运站 无障碍连外运输系统的具体计划 是否有当敬请公爵 本院委员杨玉昕 李贵敏 陈碧涵 陈镇湘 丁守中等27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还请行政院严处 请问以后有无疑 不快 快点 谢谢观看